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 从13节一直到18节 题目是主复活显现帮助门徒 路加福音24章13节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姨玛五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叫葛刘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一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这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 看见有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 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她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主复活了 但是他不再和以往那样 带着门徒 在地上四处行走 约翰福音记载 他曾向摩大拉的玛利亚 短暂显现 但是当彼得和约翰 想要寻找主的时候 他们却看不着他 在四部福音书里面 有记载主在复活后 曾经数次向门徒们显现 而路加福音的这里 就是其中的一处 就在他复活的第一日 就在那日 当门徒们听到 妇女们说 主已经复活 而他们又在坟墓中 看不见主的身体 可是左等右等 也不见耶稣回到他们中间 在带领他们 那他们怎么办呢 文中所叙述的这两个门徒 后来想想 就决定要奔自己的前程去了 他们可能是同乡 于是就结伴出发了 他们的第一站是姨妈五思 在路上 耶稣就出现了 好像是凑巧 同路与他们走在一起 但是他先不显现自己 让他们眼睛模糊 要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怎么讲的 就问他们 你们走路彼此 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其中一个叫 葛刘巴的门徒 就将所发生的事情 告诉他 从葛刘巴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的信心并不是很够 这也是他们要离开的原因 首先他称耶稣为先知 可见在这个团体当中 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以后 也没有统一要求大家 称耶稣就是基督 更何况他现在是 遇害之后 身体不知所踪的情况下 再来听他怎么说 那些热心要准备 耶稣安葬后世的妇女 他说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这种话绝不是在称赞 这些妇女的信心很大 好到让人惊奇 反而更像说 这些妇女做了多余的事情 去到坟墓 看不见尸体 就回来说 他已经复活 这个门徒好像在显示 他的自己见多识广 而这些妇女实在是 太大惊小怪了 只不过是找不到尸体而已 找不到尸体就说 是一定是复活吗 那有没有可能被祭司长 那般人又取走了呢 或者是被动物拖走了呢 这些妇女这样天真 实在是太让人惊奇了 有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贫乏 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也限制了我们 看清楚事情的能力 在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两个门徒 相信他们的认识才是对的 就否定了父女们的看见 就差点错过下面更好的福分 实外像是今日信徒 其实迷信牧师 认为牧师说的就是对的 如果没有牧师头衔的弟兄 讲话就是错的 这也是因为认识贫乏 而限制了看清楚事实的能力 主说他们是无知的人 这不是在骂他们 而是说出一个事实 神这些先知所说出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难以理解 因着我们自己无知 我们可能还否定那些敢于接受神启示的人 这是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们是一群妇女吗 因为他们是没有见识的吗 很可能是我们错了 很可能反而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来思考这些事的可能 但是当然这些事都要有佐证的 神早已拆遣先知 在书上写下这一切 这就是为何主要和他们讲解经书的重要 但也正如那两个门徒一样 光有经书在那里 若是没有神的帮助 我们往往也是看到了也不明白 读了也不能进到心里去 所以愿神常常光照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